自從國民黨的後面的這個池子裡頭 死了一隻龍魚之後 我們看到最近國民黨的 這個一進門的大門口 現在出現了這個石碑 算是石感當嗎 那這個對風水有沒有幫助 詹惟忠 如果遇到不好的格局 那這個石頭擺下去 就是一個大大的加分 如果好的格局 前途開闊明亮綁了一個石頭 就代表我們前途的絆腳石 所以誰可在舟亦可覆舟 今天國民黨進來兩個門口舌是非 還沒有辦法改變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不希望他進門看到這個電梯 電梯像寶劍也像舌頭 在風水裡頭叫進門劍刀 如果藉由一個石頭 來做一個轉抵擋的話叫石感當 那做轉環的話 這是中國風水千年的傳承 也不會是一個加分 所以是有加分的 當然加分 所以這個非常加分到極致 如果再把門口那兩個門 稍微修一下的話會更好 但不是聽我的 只說他們看久聽久的話 耳濡目染大概想試試看 也可以 風水是中國漢人最精深的一個學問 不過我們剛剛幫蔡英文總統 看了他的命盤 為了公平起見 好 先來看韓國瑜的命盤 同樣的 我們把中間那個相片打馬賽克 認打馬賽克 認打馬賽克 怎麼這樣子 來 韓國瑜的命盤 以琉璃命盤來看 韓老大今天豬年手這個地方 也是有貴人扶持 他的貴人來自於配偶 所以他這個我們說這個加分有沒有 還要繼續幫他加分 琉璃的子女叫佐甫 所以那個韓兵有沒有 加分加分一定要出現出現 如果帶不好的話就躲起來 躲起來躲起來 所以現在就是他太太跟他女兒 要一直出現就對了 今年是加分加分 OK 以工作上來說 積勞成績 然後那個龍魚是不是死掉 我會勸他開車 出外 遠行 更要小心 以生下來看的話 這個是屬蛇的王金平 對他幫助真的有限 以這個我們說的屬牛的 屬牛的朱立倫 包括屬雞的這個叫做 郭台銘 什麼遠 不是 李鴻遠 加分 加分 小心這樣子 那張善政的話幫助有限 所以他整個運勢來看 遠行要